小鳳 嗨 你一個女孩子在這裡住 不害怕嗎 怕啊 怕也沒辦法 上次送你回來啊 這裡我經常發現都沒燈了呀 對呀 為了創業沒辦法 那你一個人在這裡住 晚上有沒有老鼠什麼的呀 有哦 老鼠特別的多 老鼠跟蚊子 那你不怕嗎 剛開始很怕 但不怕也沒辦法 現在已經習慣了 因為 我的目標就是 把事業創好 因為 女孩子嘛 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業 所以說我就 煞定截心 回來農村跟我姐一起創業 嗯 小鳳 你真的是我見過女孩子中 最有堅強的一個女孩 真的嗎 對呀 像別人如果是別的女孩都要找個跑路了 還會這麼堅強下去 剛開始呢 我也有想放棄 然後想去大城市闖蕩 但我姐 跟我說大城市打工沒什麼前途嘛 然後我就想來算也是打工的切沒什麼前途 然後我就回來 姐在這裡跟我姐創業了 嗯 但是像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在農圈裡面的話 也有點不太好吧 外面的城市啊都有很多很大呀 很多事情都是很完美的 你應該出去看一看嘛 嗯 要說再說吧 對啊 總在農村的話浪費青春啊 小鳳 蛤 你這個環境住的有點差哦 你看那裡會不會睡覺的時候吹風進來啊 我跟你說冬天的時候我蓋三床被子都頂不了 嗯 超級冷 嘖 那挺佩服你這種女孩子的 沒辦法 在農村在山裡面有這種房子住已經算不錯了 對 也建不了樓房也裝不了空調這個到處都是縫隙 這應該不會漏椅吧 漏椅暫時還不會就是好多老鼠然後很多風裝進來 灰塵很多 就覺得灰塵灰塵很大老鼠很多 但是現在總的話先把它封閉應該也很難 因為它那個 保不了這種房子保不了 對啊 不得不說 挺佩服你這個你還記得 沒辦法 帶著吃飯吧今晚 不了不了 等下還要回去 電腦還沒打完了今天 後面還有一點點 電腦還沒打完了 對啊 要回去忙一下 然後呢今天看好 今天天氣好一點嘛 然後就剛好過來了嘛 看一下你 然後看看你這邊怎麼樣吧 沒想到一來了也是有點驚訝 沒想到你這麼堅強 晚上的話應該是有點恐怖哦 還好吧 嗯 習慣了就好 問題是沒有燈啊 嗯 沒有燈 對 這幾個我拿一點出來就可以了 送上的你拿回去吧 我吃了這麼多到處就爛了 我家裡還有很多呢 我家裡有很多 就是怕拿太多了 我怕你吃不完就拿了這麼多 沒事你太多了我吃不完 我留幾個就好了 我一個人而已 如果你想吃的話 以後呢我就帶你去摘 我那個朋友的朋友 他是專門搞這種東西的 很便宜的 別人拿著一兩三塊一斤 我一拿著才一塊錢 這個你先拿回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你吃嘛你留著吃 以後吃飯的時候再吃一點 這個就 沒事你拿回去吧 不用你拿好留在這裡 哎呀真的是 今天這個小孩來找我 還提了一大堆東西過來 我都沒想到他會主動給我 最主要是給我送這個衣服上次 把這個衣服拿到車上了 我就說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住的這裡啊太落魄了 我都不想他來 但沒想到他直接就跑過來了 多多少少說真的啊 會有點嫌棄的 因為我這裡呢 的確的確是比不上 城市然後也比不上其他地方 因為這山裡面嘛 又刮風又下雨的 然後到處就是 反正就是不好吧 他來了 我本來都不想讓他進來 當然人家來了 你不讓別人進來做嘛 也不禮貌做了 看得出來他是多多少少內心啊 會有點嫌棄 然後有點那個 但沒辦法為了創業 我看一下他走了沒有 沒走的話再把這個水果給他吧 真的真的吃不完這個水果 因為現在山雨前這些水果 你不能放太久 放太久的話他會爛的 所以說還是提氣給他吧 他應該還沒走那個吃完沒發動 小鳳在這吃飯嗎 不用了等著還要回去忙一些事情 小鳳 其實我想說的是 這裡是減減的大山了 挺佩服你的 肯定啊 不然的話哪裡會養得了 雞啊鴨啊 這些 花山野林也是好搞這個東西 應該平時那些鴨豬都沒有什麼東西搞死過吧 多多殺手都會有一點的 不在這吃飯嗎 等下去我姐那條村買一點菜啊 不用了不用了 等下回去嘛就行 要麼你就先做飯嘛 我也要回去了 那你先知道怎麼回去吧 從那邊走一直走 知道從那裡走 對從那裡走 那我先回去了 慢點慢點 慢點 慢點 只要他在這吃飯他也不在 下次吧 那下次等他過來的時候 我準備大魚大肉再留他在這吃飯吧 慢點啊 快點 快點 早安 走 其實是